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18集 不管你们是投资股票 投资基金 或投资其他商品 最好都能去看一下 国际商品当天的行情 这样你心理财有个敌 像STARQ这个网站就很好用 你可以看到股市、费市、债市、期货 虚拟货币、贵金属等等的即使行情 这个网站要怎么进去 很简单 只要在上面网址这里 打上STOCKQ 然后按输入就可以了 看到最上面这一排 STARQ国际股市指数 然后把它点进去 STARQ这个网页就出来了 网路上有很多投资理财的资讯 你可以去取得 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只要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看一下 吸收一点知识 时间久了 你就变成投资专家了 STARQ这个网站很实用 我每天一定会看 而且都是看好几次 因为它的讯息是极起的 是随时在变化的 里面资讯很多 你只要看几个重点 或看你想要看的部分就可以了 像上面这边 我通常左边这里会看 纽西兰澳洲股市 还有日金指数 下面就是韩国台湾加权 还有上证指数 下面是香港 还有印度股市 中间我主要是看 欧洲三大股市 就是德国 法国英国的表现 右边这里当然是道雄空业 纳斯达还有 可以成半导体 下来这边 中间我是比较少在看 如果你投资的基金 有含有生技医疗的话 你可以看MBI生技指数 看它是涨还是跌的 然后再下来 左边这边可以看黄金 还有油价的表现 中间这里就是汇率 汇率这边我通常是看美元 对南非币 还有对澳币 纽币 人民币跟台币 大概看这几个部分就够了 再下来就是看 左边的道雄棋指 跟纳斯达棋指 这边是白天跟晚上 都有在交易的 然后中间 这里就是比特币 哇跌蛮多的 斯达Q我看了几个重点 大概就是这样 你们最好养成 每天都进去看一下的习惯 对你们的投资理财 一定会有帮助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